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这些大道城已经九十几年了 因为我们从以前最早是卖 应该说我们是从日志祠才开始做 因为我第一代算是从日志祠的学徒 他一直在在地去做经营 所以应该说我们这里的客人 就是对我们店是算是很信任的 所以可以一直在这边毅力不扬 这边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繁荣的地方吗 这里叫太平亭 太平亭最早这条大概有五六十间饼店 真的以前那个年代 有些文件事要有显示 这里就是叫什么果实店 大概有五六十家有 现在可能就剩三四家 像一枚跟我们是算同期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那个地方 这边会有这么多饼店 是附近有有什么需求吗 还是说这边是有钱的 因为这里是大道城 因为果子在以前日志时期那个时候 算是富人才能有钱人才可以吃的产品 所以大道城这边以前是最繁荣的地方 对所以身边的高饼店 果实店也会举到多 那以前做成像这些东西 你们还在有在做的 哦是是是 像这个泡饼 应该很多人吃过吧 像我们去吃什么米茶啊 或什么杏仁茶啊 然后久多都会加这个泡饼 对 然后他就是泡牛奶泡热水 都可以吃这样 对对对 所以有钱人才能吃泡饼啊 泡饼 算比较平价的 对对对 有钱人是穿有豆腺的那种 因为以前豆类是偏贵的 就像绿豆碰那种 就是偏比较昂贵的食物 对对对 所以早期富贵人家在很吃豆腺 就算豆腺就是 因为豆腺跟糖就算比较高档的食材 在以前的年代 对对对 还有吗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一个这个 咸光饼 哦对 这个咸光饼就是收盐用的嘛 以前有什么 四个月小朋友会流口水嘛 所以他就是负责忙忙收口水 对 那大家拿到这个就串到脖子上维权 然后会讲一些吉祥话 对那我们还有大的 对 我这个无法 对就是有时候 现在比较家长比较喜欢大一点 就看在小孩子上看起来比较有感觉这样 其实这个还可以用在城隍爷身上 就城隍庙出许 然后他就会挂一个挂一圈 这个咸光饼 然后就有一颗饼头 对然后他会发给姓重 就是薄品干 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 薄品干 对薄品干用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这种饼的话 其实跟宗教也有很大的关系 祭司 对对对 饼就是有些都是从宗教祭司来的 对 像传统的面粉的 瘦桃类的产品 就是从祭司那边来 对啊 对啊 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讲 像我们现在 因为现在人 不喜欢吃太多 也喜欢走精致化的路线 所以我们就是有做这个 缩小版的糕饼 他叫一口酥 就是一口可以吃一个这样 就他里面就有五种口味 对 有绿豆 藻泥 咖哩香菇 黑豆沙 然后他就是 这样一个一个 一口一口这样吃 不会一次分 就是吃太多 分量太多这样 对走精致化这样 对对对 那以前都做太大了 对对对 现在都是缩小这样 走精致化路线 负担比较不会这么大 这边是属于祭司类的产品 像我们这里有瘦桃 瘦桃 大家应该比较熟吃的东西 就是他拜拜啊 都用 然后现在有用在那个祭司的 他用在那个祝寿的上面 对我们有做那个瘦桃礼盒 然后我们还有堆塔 还有堆成那个 面线 就是一边面线一边是瘦桃 就一对这样 然后拿来拜拜用 就看起来比较有气势这样 他叫瘦桃面 他就是一对是一对是面线 一对是瘦桃 什么就是俗称就是瘦桃面这样 对对对 然后 通常使用的时候是 通常都是在祭拜舍平常会用的 对 平常会做吗 平常预定的时候才会做 因为这个东西一次就要花很多时间 主要是他的弓啦 因为他要一层一层叠起来 对就是越跌越高 提出浮气来这种概念 对 然后我们中间还要再塞一些亮亮的 那个绿色的部分 就代表是 树叶的意思 就是树叶 然后呢我们要做完之后 还要像这个面线一样 贴龙跟缝 然后还有贴一些公柱 什么什么神明圣诞的字条 这样 然后还有谁谁谁去 去敬奉这样 对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是要去预定的 对主要是他的功 比较麻烦 对对对麻烦 所以基本上他会做这个 要做很久 要练很久 嗯 对啊 要做很 要练很久了 对啊才知道大概 大概那个量 然后那个位置 对啊 然后也要经过练习的 熟能生巧嘛 然后 这里有一个叫做圆的东西 他也是用来拜拜的 对他这个是代表圆满 圆满 圆满的意思 还有这个是 这个是红龟 昂菇 对红龟 他就是代表长寿 对他虽然每一种吃起来是一样的 他的代表的含义是不同的 还有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发糕 花柜 对发糕 他就是代表发财的意思 对 然后还有 我们有做比较 这个比较可爱的一点的 就是这个 用绿豆糕做成的乌龟 对对 他是比较可爱 就是小小的这样 也是拜拜用的 也是拜拜用的 对对对 你当点心配茶也可以 当茶点也可以 就是拜拜茶也都可以 是代表长寿的意思 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圣诞糕 他主要是我们是融合西式跟中式去做结合 他是那种 传统的 绿豆糕 去做的 然后他上面的图案是以 天使还有耶稣 对 还有这个是以前出生的那个小羊棚 对 然后上面有一些星星这样 对 然后盒子就是也是以耶稣 以耶稣为主 就是融合 就是教堂跟我们中式传统的 高饼做结合的一个产品 这样 那这个是很久的事情还是什么 对这个从我们第一代 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对对 他很早就开始做这个 所以有些教堂就会固定 都会跟我们订这个 所以大概一个圣诞节 可以 以前比较多啦 你能可以到达到两三万吧 现在大概减一点 大概一万多这样 一个圣诞节这样 一万多这样 对对对对 这我们大概是有 第一次看到 是吧 就是因为比较特别是做 班员 可能跟传统的重要表演 这是你们想出来的 还是对方跟你们 听说是我们自己想出来 听说是我阿公自己想出来的啦 对对对 我阿公很厉害耶 对对对 你用这个想法 对 原料可能是绿豆 绿豆糕 绿豆糕 然后把包装变成圣诞 对圣诞节 所以改成叫圣诞糕这样 图案改一下这样 对对对 所以变成说一年可能做 一年就是针对圣诞节去做的 对对对 厉害 厉害 好老板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哇这个 看起来都好喜气喔 对就是 订婚喜饼 我们这边有米香 重元饼 一般的龙凤喜饼 跟传统芝麻鞋 对 那每个都有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 对 比如说呢 像米香就是 就是 吃米香够好人嘛 就是希望 就是嫁个好老公这样 对 然后重元钢也是 因为重元嘛 但是大家都希望许个 重元郎嘛 对啊 然后这种就是属于 一般的龙凤喜饼 就是有 有传统说龙凤吉祥 对 所以它这边是一只龙 龙跟一只凤 这样子 那老板我们也好奇说 一般店家 可能看不到那样的墙壁 哦是是是是 像这个墙壁 是原本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是长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有是水泥墙 后来因为我们是整栋重新做装好 把水泥墙打掉之后 我会发现里面是这个 古老的这种石砖 那听说这石砖是跟 北门 弄类似的一样的那种石砖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很有特色 所以把它保留下来 这样 是 所以这是有版的老店的架式 哦对对对 当初是怎么盖的 你大概有去问了一下 它是石头还是什么 它就是 这个就是应该就算大块的石头了 然后 砌成的石 对对这样砌起来 那看起来很新是 我们有把那个白色的地方 有去处理过 对他们有些白色的那个 接红柱处处理过 它那个砖都是很 已经不可考了 不知道几年前的砖了 应该有破百年 做起来像城堡 对对对 就像北门那种城堡 很强的感觉 对对对 就干嘛 以后当防空的 才建的 不是哦 主线一定知道说 我要盖百年 所以我一定要 要撑这么多 对啊对啊 那这个就很用了 好厉害